好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新职业 就在不久前 人社部联合市场监管总局 国家统计局 发布了全新一批新职业 很多在网络上拥有大量拥顿的 短视频创作者 直播带货主播 获得了统一的职业称谓 叫做互联网营销师 目前全国的互联网营销师有多少 发展状态又怎么样呢 我们来看一下记者的报道 一面90度直刀切片不切断 翻面45度斜刀切片不切断 打成缩一花刀 摔手持刀拍蒜大火烧开 下入茄子来一小撮糖提鲜 保持大火铺度 到汤汁浓稠后撒入蒜末 关火盛盘 吃完笑容是天真又无邪 保证你盘光晚光 记得按时知办 大学毕业后 安秋金开始制作美食短视频 在教大家做饭的同时 融入说唱单口相声等元素 安秋金用自己独有的方式 在网络上收获了近2000万粉丝 从一开始每个月只有3500的补贴 到现在每个月都可以多元化变现 有可观的收入 我们一直在努力 到现在当我们贫穷料理 就有两个剪辑师和两个摄影师 如今大量的短视频创作者 带货主播早已被大家熟知 但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 在一场场直播一个个短视频的背后 远不止创作者一人 往往存在一个完整的创作团队 我的团队Q团队是由五个人组成的 然后我们的所有团队都是研究生以上的学位 然后就是做食品研究的 包括做一些化工的一些测试的一些人员 去把关我们所有的产品 数据显示 今年以来直播带货 网络零售等新业态 对稳定就业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2019年8月到2020年8月 共有2097万人通过抖音 从事直播创作等工作获得收入 而淘宝直播一年带动超173万人 直接就业 互联网营销师 更是细分成包括助播 选品 厂控等多个工种 实际上它背后是有非常长的就业拉动的链条 可能一个人它背后是有四个人 甚至更多的人来跟它进行相关的配合 疫情放大了这样一个就业的拉动作用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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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